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作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国家 美国做得比大多数国家都糟 在应对新冠疫情时 不同的州各自为政 而不是有一个统一的方法 福气说 去年冬末春初 当预测说因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可能高达24万时 人们认为我们在夸张 现在我们有50万人死亡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福气还说 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我们应该一起前进 新冠疫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我们都得出力 福气强调 疫苗方面虽然有好消息 但在这场与疫情较量的对抗赛中 限制新冠病毒传播的卫生措施必须继续下去 这是我们对付这种可怕疾病的重要武器 世卫组织举行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表示 今年获得抗击新冠肺炎工具加速计划 至少还有229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但资金并不是现在的唯一挑战 一些高收入国家与疫苗厂商签订合同 破坏了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的现有协议 减少了可供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购买的疫苗剂量 谭德塞强调只有在高收入国家尊重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 签署协议的情况下才能向贫困国家送去疫苗 这不是慈善而是流行病学问题 除非我们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结束新冠肺炎大流行 否则疫情就不会消失 病毒传播的时间越长变化的机会就越多 可能导致疫苗效力降低 目前全球正在研制生产更多新冠疫苗 未来有足够的疫苗供每个人接种 但今年新冠疫苗仍将是有限的 必须战略性的使用 谭德塞呼吁各国提供更多资金 并分享新冠疫苗 疫苗厂商应优先为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提供疫苗 同时还需大幅增加疫苗产量 六期魔术山公园表示 他们计划在春季重新开放公园 不过目前尚未确定确切的日期 该公司正在招聘工作人员 并将与政府官员合作 为在加州、伊利诺伊州、马萨诸塞州 墨西哥城和加拿大的重新开放设置日期 六期娱乐公司希望能够从 一年的园区关闭所遭受的收入急剧下降中恢复过来 不过 南加州六期魔术山公园的重新开放 还将取决于加州和洛杉矶线的新冠病毒限制 洛杉矶线目前仍是在州内的紫色警报等级区域 意味着许多企业必须保持关闭状态 根据加州的重新开放规则 洛杉矶线必须要被划为限制最少的黄色层级 这时候大型主题公园才能重新开放 Dominion投票系统公司今天正式向枕头制造商 MyPelo公司以及其首席执行官林德尔提起诉讼 由于MyPelo公司在去年大选期间 一直指控Dominion暗中操纵了投票的数量 影响了大选 投票公司认为 这种虚假信息对他们的信誉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因此将其告上法庭 并要求赔偿超过13亿 而且还称MyPelo一直在用谎言销售枕头 而其CEO林德尔也表示 愿意接受他们的诉讼 并且称手上握有大选作弊的证据 并会很快将其披露 Dominion公司还将对川普的两位律师 朱利安尼和鲍威尔提起诉讼 并要求13亿的赔偿 指控他们散布阴谋论 并为自己敛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